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装宝柜 这个朋友他刚接受别人的店 才三个星期多 然后呢 他不治冷了 不治冷之后 然后呢因为这个前面那个owner 然后我知道 然后他告诉我是里面风机 风机不转 然后呢这个新owner 他又告诉我里面现在两个风机不转 我想这是风机的原因 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呢 光给他换了一下那个 换了一下里面的风机 换了风机之后呢 结果那个什么 然后温度还是下不来 下不来之后 然后我来测了一下那个 这个福利昂 这个是290的福利昂 290福利昂 然后呢 他那个 里面只有9了 运行那时候只有9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是个慢漏 是个快漏 所以呢我当时给他 给他焊了一个这个接口 然后呢冲上福利昂就走了 结果 监测到不到两天 然后呢又漏了 今天早上早早过来 给他找一下漏的地方 然后刚才那个 因为这个290嘛 290很难检测 所以呢我就冲了 一点那个老的福利昂 22福利昂 22进去之后呢 然后再通过那个氮气 再把压力升起来 升到50的时候 然后我测这个测那个地方没有 因为他刚洗了呢 所以我想着可能是不是把哪儿碰到了 然后那儿没有 然后后来我想着就是里面 结果一测里面就是焊接在这边 然后那边的话 然后那个仪器有响 你看我把我的那个测测福利昂的和那个超声波都拿过来了 然后呢结果我抹上那个这个Bubber Solution还是那个什么 还是找不到 找不到 然后呢 我就拿超声波 然后我就把压力升到100 100个PSRG 然后呢我都到后面来 结果到后面 我听着这儿 因为他这儿这个包着嘛 我听着这里面吃吃吃特别香 然后呢 因为你用那个超声波可以听得到 然后呢 我就把它把它剪掉 剪掉取掉之后 你看 哇 它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它 它那个焊接的 看 焊接的那个产品质量问题 然后从这儿楼 从这儿楼 那为啥我能 我能在里面能检测到 那个什么呢 嗯 你看 就是我为啥能在里面能 能检测到 有那个 有那个22的 你看 然后是因为这个 你看 它这是塑料口 然后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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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飘上去的 飘上去的 你看 哇 露得很厉害 露得很厉害 看 是 找到了 这质量问题 我来拍一下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属于中国造的 属于 属于中等的 中等的 这个的话 现在也和美国的那个牌子的价格差不多了 看 这是290的福利啊 这是290的福利 然后这个牌子 嗯 我修过好多这个 这个主要大部分都是都是都是里面的 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中国造的这个 这个这个价格大约是美国的那个牌子的大约是一半 就是像这种两扇门的啊 像那个Turbo Air True Air 它它没得大约是4000多块钱 现在的话这个中国的造的这种它包运费只有两千多块钱 OK 你看 所以呢 因为我当时在这边找 然后在这边找 然后在这边找 然后这边找我 我测到这有滴滴滴响 但是呢 弄上这个Bubble Solution找不到没有 然后后来在后面找到了 你看 我给它打磨了一下 打磨了一下 你看 打磨了一下 打磨了一下 对对对对 我这时候我给它打磨了一下 打磨了一下之后 你看在这个上面 已经好多 因为它设计的问题 你看啊 我说它这个铜管都不是上去吗 电线上去 它放了一个看 一个塑料通道 然后呢 它把这个周围 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叫什么海绵 然后给挡住了 但是呢 就这个 这个空道 然后一般的话 都用那个foam的那个 直接给它 给它塞住 它没有 然后呢 导致这个上面有冷净水 和里面是通的 它里面的话 直接用这个 用这个管子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 这个包了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还是有冷气下来 有冷气下来 之后这边就生锈 这边生锈 你看 这个时间长了 这个你看 你看 你看这儿 这儿你看 看这儿 这儿 看到没有 都生锈生的 然后呢 它焊接的话 你看 它技术又不过关 你看 它这边基本上没有 然后这边放的挺多的 就是 等一下 就焊银 焊银 这边放挺多的 里面没有 你看 你看 里面它会让它过去的 所以呢 这个技术工人 它 它不过关 这种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焊里边 OK 看 看这边 看 铁 所以呢 这是 焊接的时候 它没有训练 它们的员工训练好 一定要把它训练成 就是里面是最重的用之重 一定要保证里面焊好 因为外面的话 你肯定是 随便都得焊上了 再加上它一生锈 OK 现在我给它焊一下 我把它包装了 把这边 因为这边是 这边是毛细管 你一烧这个的话 很可能 把那面也弄化了 然后呢 我现在 这边有毛巾 挡住它 然后呢 就让它焊一下 OK 你看 我给它试着焊了些不行 你看 看到没有 就这个地方漏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然后我放再多的焊银 然后呢 它都不沾这 也就是说这油特别多 然后呢 你看 你看这 那这儿还有个洞 那个不是洞 但是呢 就这儿焊不上 那油 这儿有油 因为它正好在挖的地方 这样 我去拿那个 45%的 银条去 拿了45%的 再试一下 因为45%的那个银条 它有个那个flex 然后呢 有可能 可以把它去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只有把这一几个去掉 我重新焊 你看我用45%的 45%的这个银条 可以 这样的话 就省了我一点时间 你那样弄的话 一弄要至少半个小时 但是呢 用45%的银条 然后可以 因为它这个外面一个flex 它可以把 先把那个脏东西去掉 然后呢 你再粘这个 对 然后呢 应该没问题了 我现在 打上氮气 给它试一下 试一下怎么样 再用这个镜子 照了一下后面 没问题 因为刚才我焊接的时候 我把手伸进去 把焊条放在后面 然后专门的 看 看 看 好 我刚才抹了一下 没问题 我又重了102个 PSRG 然后呢 没问题 OK 没问题 像这种的话 你要用这个粘的话 你就把你这个球 挡在那 如果是它有漏的话 它就会出气泡 OK 没问题了 你看 刚才我冲进去之后 那个压力 压力一直往下降 一直往下降 这个也在降 但是呢 应该是 是 是周围的热 你看 因为当那烤的时候 周围都比较热 应该是里面的 空气 那个什么 空气 它 就冷了之后 然后它会降 没问题了 好了 给它抽一下真空 然后冲上 290的浮力 然后就好了 这290的浮力 把它冲进去了 现在准备让它运转 你看 你看它 它那个 它就用两个胶带 不是用两个胶带 用两个这个 这个ZipTite 然后给它这样弄一下 哇 这样的话空气肯定有进去 然后这样的话 也肯定滴水 一直滴水 你看 你看它 它那边 然后呢 所以呢 嗯 像别的厂间的话 都是包的这种 都是包的这种 然后它在这 关键的地方 它反而用这种 所以它设计有问题 不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我现在准备用胶带 用胶带给它缠住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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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原来的痕迹 原来ZipTite的痕迹 好了 我这边给它包上来 现在 正在运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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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只充了45 就可以了 290的伏列 你看 充了45 这个是130克 我刚看了一下130克 好了 这个就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